在节目开始前 要先来为我们公司 关键评论网媒体集团旗下的品牌 未来大人物 征选活动宣传一下 未来大人物是一个 每年会找寻35岁以下 正在改变社会年轻人的平台 从2015年开始举办以来 已经找到超过150组 勇敢突破体制的年轻人和团体 未来大人物找到 这些大人物之后的任务是 呈现他们的故事 发扬他们的精神 一起写下关于成功不同的定义 而今年的征选活动也已经开跑了 快推荐身边正在改变社会的朋友 或者是你自己也可以 想知道未来大人物更多征选活动 可以点选节目资讯栏位的网址 了解相关资讯 那些正在冲撞体制 跌倒却还是咬着牙 爬起来继续实践的年轻人们 赶快来报名吧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马里奥陪你喝一杯 我是马里奥 我们马里奥陪你喝一杯呢 现在有一个新的单元 叫做管理通灵信箱 如果你有任何管理工作职场 或人生的问题 欢迎通过我们节目资讯栏中的 Google表单对我们提问 我们每一周都会选一位来回答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好我们这一集的来宾呢 是姚崇略检察官 那检察官这个工作 大家可能在新闻或戏剧上都听过 但实际上或许不是真的非常了解 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姚崇略检察官呢 把他十多年的司法经验 用通俗的语言和故事 写成了一本书 书名叫做 我不是人家说的那种hero 那我们这一集呢 就从姚简 为什么想当检察官开始了解 另外他也跟我们分享了检察官的日常工作 我也是看了他的书 听他分享才知道 原来检察官平常有分为侦察组和公诉组 你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吗 还有检察官有内外情的工作不一样 外情最常出现的一个工作任务是相验 就是当发现尸体的时候 检察官需要到现场跟法医一起相验尸体 某些人可能会觉得这很恐怖 姚简说他除了未到到现在还是无法习惯之外 心态上他觉得就是国家能够帮一个人做的最后一件事 他觉得就是把它做好 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而他当了十多年的检察官 为什么在这份高压辛苦的工作 还能持续坚持下去 当检察官又有什么重要的特质呢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姚崇略 好姚简最近出了一本新书 叫做我不是人家说的那种hero 然后在书中说了很多检察官的故事 然后还有很多一些事情 那书里面十一篇 不过本来你说你没有想要念法律系 本来想要念新闻系 那后来为什么转去念法律 这个其实很曲折 也不算曲折 就是当时候 反正我们当时候第一类组 第一类组就是念文法商 那我自己对商其实没什么太大兴趣 对文好像也还好 那唯一有一个想要念文科 就是去念外文系 就觉得好像把英文学好也不错 但后来也没有也后来也又想说 好像那个都在念文学 不过那时候的想象 因为高中生的想象 后来就觉得好像念新闻系好像蛮不错 因为将来可以当记者当主播 跑来跑去好像这还不错 但后来就跟家里面的人讨论 我那时候就想要说服我妈妈说 我想要念新闻系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我将来可以当主播 然后我妈妈就说她说你中文都讲不好了 你还要当主播 然后后来反正就几经这个折冲之后 就说不然因为其他也没文法商 也没什么其他可以选择 那就说好吧 那我们就我就去念法律系念看看 所以就这样子不小心就踏入了法律系 OK 所以法律本来根本没有在想象当中 本来没有就在一个高中生毕业的想象里面 没有出现过这个选项 那念之后呢 就是开始念之后 是中间就开始有兴趣吗 还是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 就是一开始我其实进去蛮 应该算蛮不适应的 因为我觉得当时候看书啊 跟听老师讲话好像有点在 就是看添书 然后老师讲话也听不太懂 OK 对后来后来这个听学长姐分享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老师们都在国外念书念酒了 所以可能中文有点夹杂到外文的文法这样子 OK 所以可能讲话有时候听 听起来不是那么懂 所以其实有点 那时候其实也很 对一些法律概念其实也很模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大一结束的时候就考完期末考 然后大一下 然后系上就通知我说 他说你那个期末考的时候 成绩是班上前三名 可以来领奖学金 我想说这样还可以领奖学金 你听不懂 对我就觉得很神奇 我就想说是不是 其实我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念法律的天分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想说 就觉得有点被鼓励到 因为本来从一个不是很熟的东西 然后也不知道这在干什么东西 然后好像就觉得老师这样的给我的评价 我自己有被觉得被鼓励到 就有稍微就开始有专心的去念法律这样子 就到最后其实我自己算法律系B的时候 成绩还还不错 不过这后来也有点这个曲折 就是我那时候虽然成绩还算不错 但是我后来也一直在想说 那我毕业之后到底要干嘛 对 对啊 我那时候甚至还想说 因为那些同学都是在考研究所嘛 对 我那时候还在想说 那我到底是要去考法律的研究所 还是考我比较 自己本来就有兴趣想要 比如说一些什么新闻啊 广告这些啊 或者是甚至 我还曾经想过 要不要重新去念个大学 考个不一样的科系 OK 啊不过就是反正就是后来就刚好有通过考试啦 就国考 通过国家考试 就一路这样子就后来就来当检察官了 你国考那时候没有想要当法官或律师吗 就其他的选项 有啊就是我们那时候是分两个考试嘛 一个考试是律师 一个叫做司法官 司法官就包括法官跟检察官 对 对然后反正我两个考试都有通过 也是跟家里面的人去讨论说 那我一开始我也比较想要当律师啊 觉得好像律师比较自由一点 OK 而且好像电视上的律师都很帅气这样 对然后又觉得法官跟检察官好像就是公务员嘛 好像生活比较没那么自由一点 有趣一点 OK 但是后来就是家里面的人就讨论说 反正律师执照是 是反正你有就是一辈子都会有 但是当法官跟检察官可能 如果没有来当的话 可能以后机会就没有这个机会 OK 所以就想说来来尝试 就来看看嘛 来看看这个环境是怎么样 如果习惯或不习惯以后再再说了 OK 当检察官的 有没有什么比较冲击的事情 会一开始觉得很 跟自己想象差异性蛮大的 因为其实本来一开始都不知道 法官跟检察官在干嘛 对那 就是我觉得一开始接触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冲击最大的 感官冲击最大 就是去看那个死亡的现场 对那因为那个 我想一辈子也不太会有人有这种经历 对但是你又要表现得很镇定 说我可以坐镇全场这样子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所以会有 当时去实习的时候 一开始看到这个场面会比较有点 原来这个就是这个假官的工作 OK 对 我自己没有看过 但是我当兵的时候是在海巡 然后因为海巡 他有一个身份也是司法警察 然后所以 那我们那时候上课的时候是 我觉得好像是桃园的 的那个建设中心的主任 有来帮我们上课 然后上课的时候 他上课时间是在中午之前 反正就是中午休息之前的两堂课这样子 然后他就是带一大堆 就是死亡现场的照片 然后一堆 然后在那个吃饭前就一直放给我们看 对 所以我们的时候 所以那个没有办法体会 因为我们只是看照片而已 然后你可能人在现场 我印象很深刻 他给我们看的第一格是一个相试案这样子 对 就是被放在 行李箱还是垃圾袋里面 忘记了 对 然后所以就 他就一层一层打开了 然后一直拍 一直拍 一直拍 然后放那照片给我们看 所以你有看过 就是这么冲击的一些画面的时候 你怎么去克服 就是可能一些 一开始紧张啊 不适应啊 或害怕这样子的心理呢 我先讲一下 其实我觉得看照片 比看现场更冲击 真的吗 我自己觉得啦 因为 因为照片 其实你一翻开就是嘛 但是你现场 有些周边的环境 我觉得至少可以让你 看看别的地方 舒缓一下 对 照片一打开就是照片 特写 对 而且通常都特写 对 没错 那其实我 就是一直跟自己说 这就是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就是要负责 依照法律的规定 我就是要去看这些死亡现场 然后帮死者开死亡证明书 对 所以 我觉得那些画面 很冲击 尤其是我觉得那个 香烟现场的 环境或者是 气味都不太好 因为我曾经 我曾经遇过一个就是 我们到现场之后 那个警方已经到现场 那他 其实那已经死亡有一段时间 那时候又是夏天 所以其实味道很重 那但是我们没办法 我们还是要进去 我们跟法医 一开始法医跟我 还有警察进去之后 然后到一半的时候 警察突然不见了 然后一直到我们结束整个香烟 他就已经先拍完照之后 就离开了 然后到结束整个香烟之后 我要去做笔录的时候 就到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 味道没那么重 去做笔录 他才出现 我就跟他说 你刚去哪里 他就跟他说 警察官我实在受不了 我跑去旁边吐了 OK 对所以这个其实对 我觉得对 如果没有 一开始都很不适应这个东西 不过久了之后 我觉得味道还是没有办法适应 但是我只能想说 这是我的工作 我去 我就是负责帮 因为我都常常讲说 这个是国家能帮一个人 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想 用这样的想法 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OK就克服就对了 因为书中当然也有提到 就是检察官有分 侦查组跟公诉组 然后就我一直 就我看的时候我才知道 因为我以前一直以为 检察官是一个案件 就是一条龙 就是结束 就是侦查 调查这件事情 然后确定之后 要起诉什么 然后接下来就一路 办完这样子 所以他其实不是 是分开的 理论上 理论上应该是 从头到尾都一个人 会比较好 对 但现实上 这样是有困难的 OK 对因为比方说 比方说一个法院好了 一个法院他可能 办刑事的法院 可能有20个法官 我起诉案件 可能会平均分配到 这20个法官的手上 那这20个法官都要开庭 但是我没有办法 同时应付这么多 这么多的庭 因为一天就 一个礼拜 就礼拜到礼拜五 那所以这些法官的 开庭时间 一定会有重叠 那重叠情况下 我就不可能去 去每一个都去应对 那这样子案件在进行上面 就一定会有他的困难 所以我们就只好 为了将就这个现实 我们就只好把检察官 分成侦察组跟公诉组 让公诉组的检察官 可以专心的去 开庭 面对法官 然后去提出证据 OK 那这样 所以变成说 中间的那个交接 变成非常重要 对 OK 那通常会有什么 比如说 大家可能不了解 然后比较重要的地方 就是在检察官 不同的工作范围当中 就侦察组跟公诉组 这样不同的范围当中 其实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们平常的 大家的沟通 其实都蛮频繁 或是蛮顺畅的 比方说我拿到 比方说我是公诉检察官 我如果拿到一个案子之后 我觉得有一些疑问的话 我会直接去问 侦察检察官说 这边是不是我们可以 再补充了什么东西 或者是说 这个你想要起诉 那的依据或是想 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对 我们就直接沟通 是 但因为我们内部沟通的管道 其实都蛮顺畅的 了解 所以这部分 虽然说有分侦察组跟公诉组 但是我觉得其实连 连衔接上面 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他那个组是 比如说他会什么轮替吗 就是比如说做一阵子 对会轮替 就是因为我们每年会调动 比如说你可能要调别的地检署 或者是你可能也要升官之类的 就会调动 OK 那每年调动的这个时候 他就会有一 我们就可以填一个志愿表 就是说你想要 你就算要留在侦察组 你想要去侦察的哪一组 因为我们案件会细分很多 不一样的类型 那你如果侦察组 你觉得待很久了 你想去公诉组 那你就填你的志愿 说你想去公诉组 OK 所以你都轮替过 对 OK 哪一个待比较久 都差不多 你有比较偏好哪一个吗 我觉得工作形态上 蛮不一样的 因为侦察组 他就是比较激动一点 就是可能案件 因为案件随时才发生 那我们可能也是同时跟 警方在 合作去办一些专案 就是比如一些比较大的案件 比如说弃毒 或者是要抓诈骗集团 那他会比较激动 因为随时警察会来跟你 报告进度 说我们现在进度是怎么样 但公诉组就是比较 时间比较固定一点 OK 就是我时间到了 我就去法院开庭 然后跟法官说 这件案子我们提出了什么证据 那我们为什么认为被告有罪 OK 所以我觉得工作形态上面 不一不太一样 那至于说偏好 我是觉得还好 就觉得有时候工作 一段时间久 就想要换换换换个 换个环境这样 换换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OK 了解 因为我可以理解 包含了我之前采访过法官 然后或者是 警察官好像第一次 也有关护人 然后大家都 就是工作时间都很长 对 然后就是会 会有过劳这种情况 那这心相应该其实 我想应该已经维持好一阵子 对 那 你觉得是有可能改变的吗 或者说这是有什么方法 可以去调整的吗 应该是说 长期以来 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改变 但是我觉得短期以来 我觉得有点困难 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我们 整个法治的规划 跟我们一般人民的法治观念 其实是有关系的 那所谓的法治规划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我们现在 不管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比如说食安 或是比如说酒驾 等等这些 比较大比较关心的问题 那我们立法上就怎么做 就刑期加重 要不然就是有一些 就把它变成刑罚化 OK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刑罚肥大化的情况 就本来应该是 行政管制的东西而已 那就不管 就是处罚 那太可恶了 OK 就加用假油 太可恶了 然后什么 如果是盖房子 没有盖好太可恶了 就全部都加到刑罚里面 所以案子就会一直 一直跑进来 那尤其是像现在 像诈骗集团越来越多 对 那你说撇除这些案子 其实我们很多 很多案件 法治观念进步 会主张这些权利是好事 但是有时候你用太多 就变成可能会变得滥用 比方说我们可能邻居吵架 骂三字经 我就告来法院 对 等等这些 这些其实都是让 法院的案件越来越多的情况 但是我们 不得不处理 因为立法者立法了 他本来应该行政管制的东西 变成刑罚化了 我们就要处理 那一般民众 我们又不能跟他说 你不能告 给他权利 对 他认为他的权利 所以我觉得 但是 所以我觉得短期之间 很难去疏解这些 案件来源 不过我觉得 如果长期以来 我觉得 比方说 法治观念的建立 或者是一些法治 把它正常化一点 立法把它正常化 不要 每一件什么事情动不动 都要 都要刑罚 OK 我觉得这样子 可能可以慢慢的 把这些案子 舒缓下来 然后去舒缓 所谓的这种过劳的现象 OK 好 我们刚刚聊到这个 姚简一开始 怎么样念法律 然后还有在 检察官体系当中 侦查组跟公诉组的差别 好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我是姚重略 你现在收听的是 玛丽欧陪你喝一杯 好 我们刚上一段在讲 这个检察官 有侦查组跟公诉组 然后还有 这个司法的公务人员 其实非常辛苦 那另外 刚刚有提到说 最近出的这本书 我不是人家说的那种hero 里面其实有 更详细的在介绍 检察官的一些工作 而且我们刚刚 其实没有聊到 检察官到底在做什么 我相信应该 有些听众 可能的确还是 不是很了解 检察官在做什么 虽然说我们最近 也蛮多 跟法律有关的一些剧 然后他可能里面 都有一些 检察官的身份在里面 这样子 不过一般人 可能最有印象 多半还是警察 对 比较容易看到警察 这样子 那检察官通常 好像看到 其实不是什么好事 没事看到检察官 可能不是什么好事 好 可不可以跟我们 稍微讲一下 检察官的工作 大概在做什么 其实检察官的工作 简单来讲 一句话就是说 他是专门负责 谁有没有 就调查刑事案件 看谁有没有违法 那如果有违反 有刑责的话 就起诉 到法院让法官判决 那如果觉得 他这样的行为 其实是没有违法的 那就会做不起诉 简单的来讲 简单的来讲 检察官的工作 就是这样子 OK 如果要最粗浅的 讲检察官的工作 当然 里面可能会有 更多不一样的 工作的内容 比较细一点讲 就比如说 一天来讲 像你今天可能 比较是在跑通告 但平常你的 一天的工作 大概会是什么样子 我讲一下 侦查检察官好了 因为 其实我们还有分 公诉检察官 跟执行检察官 OK 执行检察官 我讲一下就执行就是 当一个案 当一个人 他被判决确定之后 比如说他要执行 有席徒刑五年好了 那这个时候 就这个执行检察官 就会负责发通知给他 说你什么时候要来 去入捐服刑 主要是做这个工作 OK 那公诉检察官 我们刚有聊到 就是负责去跟法院 说明 我们有收集到 什么样的证据 那其实 我就工作 细项里面最 最多的 其实就是侦查检察官 这个也是检察官 最大宗的工作来源 那简单的来讲 除了比如说我一天 一天去办公室之后 就发现 我桌上有放了 一些案件在桌上 那是每天会收到的 我们所谓的新案 在我们就要开始去说 这些案件要怎么调查 我需要传什么证人 或者是需要跟被告 确认什么事情 我们会安排一个 我们所谓的停期 叫人家来开庭 OK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有每天要负责要值班 就是你会发现 地检署是24小时 都会有人在的地方 只是说 在的人可能会是罚警 有什么事情的话 会紧急事情 会通知检察官这样 那我们值班 其实就有分两种 一个叫做内勤 一个叫做外勤 那内勤当然就顾名思义 我们就是坐在里面 等事情发生 那外勤就是我们需要到外面 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子 那外勤简单的来讲 就是去刚刚我们提到的香宴 就有人死掉的时候 我们不管是比如说车祸 或是自杀 或是一些不明原因 就倒在路边的那种 我们都要去 我们都要去现场 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最后会开一个死亡证明书 那如果现场 没有办法开死亡证明书的话 我们就安排解剖 尤其是比如说像一些 凶杀案啊 枪击案啊 或者是一些不明原因的 我们可能就会安排一些 安排解剖时间来解剖 确定他死亡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主要就是外勤要做的工作 那内勤呢 也是值班检察官要做的工作 那主要有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 跟警察办案嘛 那警察办案有时候可能 比如说需要申请监听票 要申请鞠票 或是要申请什么 鉴定许可 比如说要采尿 验血验尿 或是采集毛发 这一些 有些是检察官 同意之后 去向法院申请 有些是检察官就直接可以 直接可以发的 那这个是 一般我们叫做内勤二组 那内勤一组呢 就是专门负责 每天都会有一些 现行犯 OK 或是通气犯 比方说 你在菜市场 拖个东西 然后被人家现场逮到 然后检方就要把他移送过来 或者是 大家最常见的就是酒驾 对 酒驾在路上被领检 有没有 然后就一吹 超过0.25 就要移送到地检署来 然后检察官 讯问完之后 做一个决定 另外就是通气犯 有些人有些人是 都找不到他嘛 就通气 那通气来的时候 也是要经过检察官 先问过之后 才决定 要 到底是要交保呢 还是要向法院申请积押 或是有什么其他的措施 这样子 OK 所以 一个侦察检察官 他大概一天 基本上的 工作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这一些 OK 检察官当很久要 也办了很多案子 那你觉得 这个工作 他有什么特质 在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 当检察官 因为 我们其实很多 行话 我们叫办专案 办专案的时候 其实 第一 你就是需要体力好 OK 因为我们有时候办专案 有时候会从 比如说 下午就开始 问人犯 然后一问 问到 可能 比如说 半夜两三点 如果觉得他要 被告又需要 申请积押的时候 我们隔天 可能一大早 又要向法院申请积押 然后直接要去法院开庭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比较复杂的专案 可能真的会 搞到一两天 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 对 所以我觉得 年轻的时候 趁年轻的时候 当检察官 是一件好事 因为他确实是需要体力 因为你年纪大了 你可能经不起这样熬夜 因为老实说 我们还真的有一些同事年纪比较大的 如果有时候办 办这种案子 比较 就是比较累 他可能真的就去住院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 第一 你可能要年轻体力好的时候 所以我来当检察官是好事 比较好 那另外我觉得可能 你的个性上要比较 能够 应该也不是 也比较外放 就可能比较适合 比较会想要去外面 走走看看的 OK 对 因为相较于法官来讲 其实法官 很多的工作都是 坐在法院里面审判 看资料 然后最后写判决 是比较静态的 那检察官的工作 有时候就是比较动态的 像我在书里面有提到说 我还自己 骑摩托车 出去那边看 动看看 戏看看 因为我觉得 尤其是有一些 需要看现场的案件 我一定都 我几乎都会去现场 因为我这样才知道 我对现场有印象之后 我才知道说 事情可能会怎么样发生 因为我们 其实办案 其实都是要回 等于就是要回溯以前 发生什么事情 对 那有些事情 真的我是觉得 看过现场之后 你在脑里面 有那个印象之后 你就会比较 能够去推敲说 事情到底是 怎么样发生 OK 可能也需要对案子 我觉得 我自己是还好 但是我觉得有些 有些检察官会对 某些案子有种执着 对就是我一定要 查到清楚为止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 要当检察官的一种 可能算是特质 就是会 会去想要一直追东西 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 有一些检察官 他会比如说 有从一些小事情 就会开始去 又往上追 又一直往上追 最后终于不要追到一个 一个比较 一个比如说 可能比较大的犯罪集团啊 或是比较严重的犯行这样子 OK 我觉得这几个 这几个特质 是检察官应该蛮需要的 OK 讲到这个办案 这些特质 然后 当然他也会延伸出来 因为 看了这么多案件 那通常如果 起诉 然后要定罪 通常都是比较 负面的事情 就是在社会上面一些 比较负面的事件这样子 那你看了这么多 你会对于 人性有什么样的 就你对人性有什么变 想法上的变化吗 或者说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这件事情 我必须承认 就当 检察官 或是甚至说 你从事司法工作 一定会看到一些 比较 人性比较灰暗的一面 或甚至比较 中低阶层 一些比较悲伤的故事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觉得 你说这个会不会影响到 我对人性的一个看法 其实我 我倒是觉得还好 因为我觉得 就是当我们了解 他背后的故事之后 我们才能去做一个 对 不管他有没有犯罪 对他做一个最好的 处置的方式 就算他有犯罪好了 OK 对 就算他有犯罪好了 那我们还是可以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 或是法律 可以允许的范围里面 帮他找一个 最适合他的处置方式 但我们也只能说 我们看了这些故事 觉得很悲伤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 从中去做一点事情 那 你说会不会影响到 我对什么 人性本善 或是人性本恶 这种 这种看法 我倒是觉得 还好 因为 我觉得 人嘛 总是会有好的一面 跟不好的一面 对 那我们看到 当然都是不好的一面 但是我们怎么样 帮助他 或者是说 让他从 不好的一面 走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 应该是所有 所有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 应该 我觉得大家可以努力 去做得到的 OK 你有没有 就是在一般来讲 比较容易被误会的是什么 就是 比如说大家 不理解的事情 最常被问到的 会有大概有哪些 比方说 我们刚刚讲到内情 对不对 我刚刚讲说 那个什么 积压 积压这件事情 那我发现很有趣 就是说 如果假设 有一个 有件案件 上新闻 对 然后这个被告 最后是 检察官 检察官申请积压 结果法院也准了 然后乡民就会说 你看这个就是有罪 他如果没有罪的话 法院不会积压他 但是我在跟大家澄清 积压 有时候只是因为他 犯罪嫌疑重大 那他可能有逃亡 那或者是有其他什么 灭证的一些事情 所以法院要把他压起来 才不会再阻止他 去做这种事情 而且也比较能够 让整个 整个侦查 或是审判程序 比较顺利进行 不代表他真的一定有罪 OK 那另外有一个人会说 比如说有些人交保 那人就说 你看交保 你看检察官都说 他可以交保 那他一定就是没罪 那怎么 这么可恶的人 怎么可以没罪呢 那所以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 错误的想法 交保只是因为 他的 他也有可能是有犯罪的 只是他的行为 没有到 没有刚刚我们讲的那些 需要积压的行为 可能 他也 反正证据也很充分了 然后他也 没有办法跑去哪里 当然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限制他 比方说限制他出海出境 你确保说他真的会留在台湾 接受审判 所以也不是说 交保就一定 没有罪 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民 很容易误会的 也就是说积压等于有罪 交保等于无罪 会做这样的一个连结 OK 对 但是我就会跟他们说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最后还是要看审判的结果是怎么样 那些都只是一些暂时的措施而已 并不是最终的决定 你有没有在办案过程当中 比较挫折的经验 就是 除了可能被误解 可能被大众误解之外 有没有什么在过往的 检察官生涯当中 遇到比较 比较挫折 比较无奈的事情 我觉得被误解 其实这个我们都还可以理解 因为其实一般人 对这个工作 不那么了解的话 那你可能 比如说在新闻上面 看到一些不好的消息 对这个职业不好的消息 你就会觉得 这个这样不行 所以我就被误解 我觉得都还好 那我觉得会比较 做这个工作 会比较让人家觉得无力 或者是比较灰心 会觉得 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人 我觉得他 就是我的感觉 或者我调查到目前证据为止 我觉得他一定有 做什么违法事情 但是就有些关键的证据 找不出来 OK 对 那导致我们最后 可能就要把他不起诉 或者甚至起诉到 反正之后被判 被判决无罪 对 有时候会想说 我到底是哪一个地方 漏掉了 然后导致于说 我觉得这个他 应该是有 有犯罪的基乡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抓到他 让他 让他逃过了这样子 OK 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 会反过来想说 如果下次遇到 类似案子 我们要怎么 去突破这样 OK 有什么是可以 分享的部分吗 就是稍微 细一点点 就是哪一个事情 然后漏掉 或是怎么样都找不出来 就最后就 就整算了 这样子 比方说现在很多 诈骗集团 对 然后他会利用 比如说跟你说 提供账户 给你这样 就是你提供账户给他 然后让人家 汇钱进来 对 然后有些很多人 就会说 没有我是 去找工作 他要我 提供账户 那我们会觉得 一般人可能会觉得 不合理 我找工作 如果找工作 为什么要提供账户给人家 甚至提供提款卡密码给人家 然后他就会开始 编离大堆什么 因为我要 或者说 或者说有人会说 因为我要办贷款 贷款他就说 我这样子 你让我操作你的账户 让你的 那个账面的数字 好看一点 你比较容易贷款 一般我们觉得 这听起来 很不合理 但是不合理 我们还是要证明说 他 他 故意要去骗人 对 因为我们不合理 只是我们认为不合理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证明 说他不合理 那你说 他要去办贷款 提供这些账户 就算他提不出相关的资料来 但是我们有没有什么 积极的证据可以证明 他说你就是故意要去骗人的 有时候我们 是真的查不到 他有什么 故意的证据 这些故意的证据 对 对啊 那到最后你也只能很无奈说 既然我们提不出证据 那我们也只能认定他没有 对 可是尤其你会想说 真的没有 真的 只是说我们讲说 下次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 我要怎么办 OK 对 所以现在听起来诈骗是蛮大众的 最近的案件来源 是这样子吗 对啊 OK 所以通常 可是是不是比较常抓到 可能都是什么车手 对就比较下游的人 提供账户的人 或者是那些去领钱的车手 OK 实际上 比较中上游的是 不太容易被找到 不太容易 因为他有一些机房 比如说他就设在国外 或是他 就他利用那些网络 现在网络很发达 他就利用网络的方式 从国外就可以 去 拨打电话 或者是甚至传LINE 传什么讯息 传到你的手机里面 然后你可能不小心就点进去 对 就汇款了 OK 当然也有些 我们会有 比如说跟人家有 国际司法互助关系的 可能可以在当帝国抓到 对 不过这种机会 相对起来真的很低 而且也要 也要那个国家愿意配合我们 对 如果他不愿意配合我们 我们也没有办法 OK 好我们刚刚在 这一个地方聊到就是 检察官到底 平常的工作在做什么 就是内情跟外情 在做哪些事情 然后还有可能在检察观众工作当中 有一些 比较无奈或比较挫折的地方 好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好 这个工作 其实我相信时间一定都很长 就是平常 然后压力应该也都非常的大 那在这个工作繁忙之旅 你有什么可能放松 或是充电的一些方法吗 其实我最常做的 应该是休闲娱乐啦 要么就是跟同事去打球 OK 要么就是去看电影啦 或是在家看书 这样就是 就让自己 打球是因为可以 那个消耗体力嘛 然后可以 就是让自己维持有一定的体力啦 可以去继续工作这样子 OK 那就看书看电影其实就是放松嘛 有时候放空也没有想什么 对 就去看看这些 打球是打什么篮球 打篮球 打篮球 现在打篮球我也觉得 太辛苦了 还好我们的同事 大家都是很温和的 就大家都讲好说 就吃场上跑跑而已 不要有太多无畏的肢体碰撞 对 好那 所以那你会喜欢看什么 你有特别偏好的 比如说电影或者是书 或者是什么戏剧类的东西 电影没有欸 电影我那时候就什么 好莱坞什么爽片我也看啊 OK 然后 其实我还蛮支持国片的啦 就如果国片有拍一些片的话 我也我也会去看 就不挑就对 就是因为国片的话是抱持这种 支持国产的心情去看的 OK 那好莱坞就是 反正就是看一些 觉得很舒压这样就好了 OK 所以就是那种动作片 对啊 什么玩命关头啊 看得很high这样子 OK 不会特别看一些 可能跟法律相关的 或者说还是有些特别 避免看一些 跟法律有关的 其实不会欸 有时候看了反正 就看了国外的东西 反而会想说 欸 比如说原来美国可以这样子 对啊 为什么我们不行 或者是说 或者是会看到人家说 你们这个这么落后 我们台湾早就已经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就会心里面会有 这样的一个评论 就是你看了之后 你不会排斥 但你看之后会拿来做比较 这样子 对 OK 好 那刚刚聊到检察官在一般内外情在做什么事情 以及可能中间有一些比较无奈的地方 但是你做检察官也做了十几年了 然后压力很大 我相信 然后工作时间很长 刚刚一开始我们有提到 就是很多很多案件 可以想象每天进办公室发现 就啵 又多一点 然后就是无法结束那种 破关永远就是会有新的关卡跑出来 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还是在做检察官 这工作 什么吸引你的地方 或是有什么样的案件的经历 让你特别觉得 欸 这个是值得持续抓去的呢 我觉得每一个案件都有它不同的地方 不管是一般人家认为的大案 或是一般人家认为很微小的案子 我觉得每一件案子 其实办完之后 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啦 啊 不过当然你 当然说一些比较重大 或是比较瞩目的案件 欸 办完之后 你当然心里面会更有感觉嘛 那我记得 我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案子 他其实是我在 刚分发 刚出来当检察官 没多久 那时候的一个案子 就是 如果那时候 那时候的新闻 有一点点小新闻啊 就是他一个 有一个连续杀人 连续杀人的案子 他其实不是 不是像什么政节啊 或是什么台中捷运 那种连续杀人 在那边连续杀了好几个人 那种连续杀人 那是分了好几个 不同时段的 比如说 1月10的一个 2月10的一个 3月10的一个 就是这种案件 对 那其实到我来承办这个案子的时候 其实他是最后一个被害的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外情嘛 那只是因为我去外情相验的时候 刚好验到一个 最后一个 死亡的被害者 然后其实一开始 我们也完全都没有什么头绪 跟警察也都没有什么头绪 就想说 这个 我们一开始以为就是一般的窃贼 跑进去人家家里偷东西 然后就把他为了要灭口 就因为被发现嘛 要灭口 所以就把他杀了 那后来我回到办公室之后 就是跟办公室的同事 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突然就是有 就是有人就提到说 好像前几个月 也有类似一个案子 在同一个社区里面发生 我那时候觉得 有这种事情 我就赶快去把相关的资料调出来 可是那一件 也没有 那一件也还没有查到凶手是谁 就是也都没有头绪 就只能暂时先放着 那警察还找不到 我们现场有采集一些证据之后 后来在现场采集到的证据 就是那个被告的DNA 就是发现 他竟然跟之前 更早之前的另外一件凶杀案 他在现场留下DNA是一致的 然后我们觉得 好像有希望 这至少说至少连了起来 在发现第三件之后 那个警察 就警察其实林敏也蛮机灵 我就说好像又有类似一件案子 也是发生在附近的 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事件一起 所有的卷宗一起兜起来看 就发现非常有可能 都是同一个人做的 对 所以我们之中 然后我们就开始锁定 锁定人之后就开始去找 然后就找了大概一个多礼拜之后 终于被我们找到 那时候我们就 就整个 整个我们那个专案小组 其实大家都还蛮 蛮兴奋的 就说一次抓到了 一次抓到了四个 就后来确实发现 按照他的公诉 就确实发现 每一件都是他做的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很多事情 就是我们发现之后 因为有些事情已经发生比较久 好几个月前了 那警方为了要知道说 他到底是怎么做这案子 我们还有去做现场模拟 对 那也是我第一次遇到 那种现场模拟的时候 家属要追打被告的那种现象 对那也是我第一次遇到 所以对我来讲 也是蛮特别的一个经验 那时候我就记得 那个警察这样围了 围了一大牌这样子 就是避免要让那个 家属去攻击被告 所以那个案子之后 我们就也是成功的起诉被告 让被告定罪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当检察官 像如果查获种案子 或是其他检察官 比方说查到什么 破获几百公斤的海洛因 或者是之前什么 有那种甲油事件 这种对人民的生活 是比较有威胁的 或者有危险性的 我觉得查获种案件 其实对警察官来讲 会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 OK 对就觉得说 我好像帮这个社会 做了一件好事这样 OK 对了解 所以就是持续的一些 案件的破获 然后完成了一些事情的感觉 尤其是当被告 死都不承认的时候 然后你一步一步发现 有一些证据 都可以指向说 他是有可能犯罪的 OK 最后我们成功的说服法官说 确实他就是有犯罪 对 对 那个时候会对我们来讲 是一种 一种肯定吧 OK 了解 好 然后我知道你 之前曾经在 大概七年前吧 当过那个 司法改革国事委员 国事会议的委员 对 然后我有看过一些 当时你那一组 可能提了一些 觉得建议改变的一些事情 那我好奇的是说 七年过去 你觉得台湾的司法改革 有什么进度 或者是说你觉得 有改了什么 有哪些 其实还是蛮迫切 应该要去改变的呢 我觉得司法改革的议题很多啦 那之前的蔡前总统 开完国事改国事会议 说我们也不能说 他完全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作用 但是其实就像 我们那时候收到的一个改革 就司法国事会的改革的 总结的报告的时候 其实里面自己的 他的结语里面有提到说 改革这种东西 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反转 就要一招一细慢慢改 因为这个又可能涉及到一些公务部门的 比如说传统的习惯啊 或甚至他的预算什么的 没有办法一次改过来 当然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啦 啊不过我觉得我们有时候 我自己是觉得 有时候我们的政府在做事情 就都常跟你说 先求有 再求好 但是我会发现有了之后 就没了 就停住了 就是要求好 可能又要再好一阵子这样子 而且我们的所谓的有 有时候又是急就张的有 又不是经过很仔细的讨论 或者是对话之后的有 对比方说我们现在目前 之前国会闹出的一些 一些纷争 其实就是很急就张的有 OK 那到底里面的内容 到底怎么样讨论 就是可能要去一些细致的讨论 那所以我觉得司法改革的部分 确实有一点一点的 慢慢的改啦 嗯 但是幅度 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大 改了什么 就是大家比较有印象 或者说知道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大家就知道 你要国民法官法嘛 对 国民法官大家就知道嘛 让人民可以参与审判嘛 对 对这个可能是 大家最有最有感 或是最大的亮点啦 那你自己说其他的 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些 比较涉及内部的一些改变啦 那而且一般人对法律 这种东西本来就 对司法本来就 比较不常接触 或是不想接触嘛 所以可能对于他的改变 并不是那么 没有那么深的体会啦 那只有推出国民法官法这个 因为司法院大力的去推这个制度嘛 嗯 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 哎 这个 这个制度让人家觉得还蛮有亮点嘛 对 那至于其他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 内部的一些改革 比方说 我自己比较关注的 因为议题太多了啦 嗯 比方说我们那时候有提到 什么要不要成立国家科学委员会啊 就负责一些鉴定的事情 OK 因为过去有很多冤案都是 后来被证明在法庭上的那种科学性 是不够的嘛 对 对啊 那甚至于比方说 我自己比较关心的 比方说公民法治教育的问题 嗯 因为我刚有提到说 如果法治观念建立的好的话 其实很多案员是可以减少 是减少的 那另外比方说通议 通议制度的问题 因为我 通议翻译 对对 法庭上的翻译 嗯 因为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外国人进来嘛 嗯 尤其是移工越来越多 对 那我们如果他不小心犯法了 那我们法庭上面的通议 或是翻译能不能专业度 够不够去支撑这些人 嗯 对我 像这些 我觉得 这些都应该要慢慢的 都是要改变啦 但是 改革的幅度 我觉得 都没有那么快 嗯 对 但是接下来要怎么改 其实 呃 我觉得这个 当然是司法的主政者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OK 对啊 你刚刚提到那个 公民的法治教育这一块 有没有什么是 包含我相信出这本书 我不是人家说那种hero 其实也都是有带有这样子一个目的性 嗯 就希望大家对于法律可以更了解多一点 然后呃你自己有讲到说就是法条都很像文言文 嗯 尤其是写这个书卷的时候更是 对 就我看过几次就那书卷就好像好像看得懂 但其实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意思 就明明好像白话文可以写的字 但是不知道会是出于 不知道出于什么理由 一定要把它弄成大家看不太懂的东西 这样子 所以呃你觉得法治教育这一块有什么是呃 最急迫 或者说呃其实 做一些什么事情或宣传某些事情 大家就可以更更了解更更多一点知道这些事情了 在那一份司法改革国事会的检讨报告里面有提到说 呃司法院跟法务部应该要跟教育部合作 去推一些公民法公民法治教育的事项 但我其实不是很很了解说呃 我也没有去追踪啦 嗯 说这个教育部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对 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从我们我不知道从什么 因为我其实教育这部分其实我也不是专业啦 但我不知道说从什么从哪一个阶段开始教育 对一个未成年人来讲是比较比较国小呢 还是说要从国中的公民开始开始教起 这可能要教育学专家来来提出建议比较比较适合 嗯 那我是说能不能比如在课纲里面啊 或是在某一些教学内容里面 不要只是很 当然我知道现在有些公民课本 比如会教说什么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什么法律跟宪法不能抵触啊 但这个就很 就很形式化 没有没有感觉嘛 然后跟你说什么 我们国家有是五权宪法 有什么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 对 就就很一些很表面的东西 我觉得对我们法治观的建立也不是那么那么好 但是你要说怎么样用在比较 他们比较年轻的阶段 让他们比方说 简单来讲 比方说我欠你我欠你钱 嗯 那你当然是可以主张你的权利嘛 但是你不一定要来地检署或是反正告我 我诈欺因为有时候可能只是欠钱不还 我欠钱不还而已嘛 嗯 但是有些人就觉得啊 反正来告刑事的不用钱 嗯 我去告我去告民事的还要花钱告 对 那我告刑事的反正可能有检察官会帮我查 对 那所以我觉得这些 比如说像类似这种啦 像类似这种简单的法律概念 你要怎么样去合法或者是 合理的去换卫你的权利 我觉得这个是从小可以可以教的啦 嗯 所以等于是说在 其实还是回到刚刚讲 就是说源头 案源上面能不能够有一些改变 就是大家对于司法的认知 如果越理解的话 可能在刚刚讲这些情况会比较少出现 对啊 然后可能对于整个司法体系会比较好一点 嗯 我觉得是这样 OK 好 那我另外好奇的就是 就其实你中间 呃就是检察官当一单 然后你有去德国对不对 就是想要去念法律博士 那你觉得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就这整个过程 然后虽然后来可能没有 最终没有决定继续做下去 但是你觉得整个过程有对你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很多人都会问我 因为我后来 其实等于是我去德国念书的时候 等于是对我的年资会有影响 对 那很多人就会问我说 那你去念完博士博士有没有加薪啊 我现在先跟哥在公务部嘛 好像除了老师以外 其他的公务员好像就算你有博士学位 也不会加薪啊 学历没有影响 OK 跟你的年资比较有影响 对 所以大家就很好奇说 我为什么愿意牺牲我的年资 然后去德国念书 但是我觉得那个一方面是 艺员小时候的梦想啊 就觉得好像拿个博士学位很 很不错 好像很厉害这样子啊 所以就当时也是 努力的去想要完成这个梦想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 当时本来也想说 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再回校园 教书这样子 OK 对所以才会有 那时候有这个动力去做这件事情 那虽然说到目前为止 我的博士论文还遥遥无期 难缠当中 对对对 虽然说所有的课都修完了 那只好就就就就先回来 那博士论文就还难缠 不过我觉得其实 那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段经历啊 因为你说对我的职业上 有没有什么影响吗 你说当然对征办案件 可能没有直接的影响 那但是有时候我就会想说 我那时候在德国念书的时候 那看到一些 他们的课本上面讲的 有关一些刑事案件的问题 那比如说他们会怎么处理 我自己都会想一下说 德国人这样处理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思考说 以后可以类似这样处理 然后我就会分享给我的同事说 人家德国人是怎么怎么做 比如说有什么样子的 比方说 比方说讲到这个过老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会知道 就是如果我去告一个人 我告不成被检察官不起诉的时候 你会收到一份不起诉处分书 然后上面会写理由说 为什么检察官要跟你不起诉 然后有时候那个 写不起诉书的理由 写的 就是写的比起诉书还要长 起诉可能都还没写那么长 那反而写不起诉 你要把每个理由 然后你告这个 这个不成立 告这个这个不成立 这个不成立 就全部都写得很详细 对 所以我们有时候花很多时间 反而是在写不起诉处分书上面 OK 对 但是我就常常觉得 不起诉 就是我就查不到东西 那我还要写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呢 然后所以我就想 我就想起那时候 我们在德 就在德国的时候 我们看过 德国检察官的不起诉处分书 就写的很简单 就写说 本件 查无犯罪嫌疑 就这样就结束了 OK 对啊 然后我就会跟我的同事分享说 你看人家这个多好啊 对 这样我们的工作是不是 少很多 少很多 嗯 然后我就不断的去 这个可能去透过这样跟同事洗脑 看会不会大家有朝一日 大家就一同有这个主张 这样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是蛮有趣的 就把别的国家不同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知道 这样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OK 所以听起来就是检察官 就是有很多文书工作需要处理 就是写这些 不管是起诉不起诉 这些东西 其实应该占据了蛮多的工作时间 对 尤其是我甚至觉得 有时候我写不起诉处分书 写的还比起诉还要久 OK 因为我要详细的去交代说 为什么我要不起诉这个人 那如果没有那么详细 会发生什么事吗 有时候没有那么详细 可能因为我们有个在意制度 就是在意 告诉人来告的人 说我不服 这个不起诉我不服 所以我就可以向高等检察署 申请我要在意 那有时候你可能没有写那么详细的时候 高等检察署就会说 这个这边可能要再查一下 就会再发回 交给另外一个检察官处理 对 所以就是避免之后 造成后续的一些 对 就对 OK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邀请了这个姚简来 马里奥陪你喝一杯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关于检察官的一些工作事项 还有大家可能不了解的事情 然后他最近有出版了一本书 叫我不是人家说的那种hero 那我想这个书名应该就是在跟这个日剧 hero之境 应该是有点关系 好 那里面呢 介绍了蛮多 就是检察官日常的工作 还有大概有哪些东西 当然里面还有蛮多是 关于过往的一些案件的改编的内容 然后希望透过故事的方式 可以让大家更理解一些司法相关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邀剑 谢谢